哈囉大家好,我是姓祝哥 我現在人的位置可以看到我身後這邊 就是非常最近這幾年來 蠻熱門的一個基隆振兵一港的彩虹屋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後那種五彩繽紛的房子 很特別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在這裡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比較特別的 也是在彩虹屋旁邊的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裝置藝術 好,我現在要跟各位朋友介紹一個最新的 在鎮兵一港彩虹屋旁邊這邊一個最新的一個裝置藝術 可以透過我的鏡頭看看遠方對岸的地方 有一個好多的裝置藝術 它看起來就像我們常吃的那個馬糞海膽 沒有錯,它就是一個馬糞海膽的裝置藝術 上網看了一下 這一個裝置藝術的名字就叫做祖母的海膽 它是有一位墨西哥的藝術家 然後結合了我們基隆好幾位海女阿嬤 然後經過訪談 然後經過編織 然後經過拼貼之後所做成的 非常有趣 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可愛的一個海膽的裝置藝術 這也很能真實是代表去呈現我們鎮兵漁港 我們基隆這邊的海漁港文化 漁村文化很不一樣的最特色 然後這個的話 它有展出時間是在2020年的9月25號至10月11號 歡迎大家來我們這邊鎮兵漁港這邊看 這個基隆的叫做曹藝術的展出 就在我們鎮兵漁港的彩虹屋旁邊這裡 歡迎大家有空可以來這邊看看 好,我們下來這邊 用近距離的來看 真的可以看到他們的編織 還有可以看到編織 形狀 那這樣的角度來看的話 跟我們從對面 對面看過來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可以看到上面很多的編織的布條 很特別 而且看起來 感覺就是好像很被弓 我覺得做的有點像 真的有點像那個 我們的馬糞海彈 大大小小刻不一樣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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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